虽然可以慢慢走路的 但是伤势并不算是完全复原 因此今天如何保护Selina 就是记者会上工作人员最大的挑战 唱片公司里里外外 总共出动了将近有50人 媒体记者进场都有人员盯着 而Selina本人更是早早的 就被移到会议室后方的休息室 就生怕有任何意外 会造成她的二度伤害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推击冲撞 PBA一线声全场大混乱 十几名保安和工作人员 忙着拉起人墙 人霸出现时 还有123456名唱片工作人员 加上保全护送 至于主角Selina 更是先等在会场后方的休息室 等所有人都坐好了才现身 跟大家隔着老远的距离 早就知道场面会很混乱 唱片公司一个礼拜前 就对Selina出院记者会 流程跟陌线杀盘推演 为了确保Selina不被碰撞到 一早十点多 就安排Selina坐着轮椅 在工作人员和保全互送下 从二楼病房一到一楼大会议厅后台 一直等到下午的记者会 而华言透露一度考虑让Selina 从正门进入 但是Selina的新生皮肤真的太脆弱 不能冒陷 所以下午媒体进场时 沿路都有工作人员保全盯场 走到也被围上屏风 会场的媒体席和舞台距离 至少有三公尺 防止有人冲上前 最后由Ella一笔参扶Selina 直接出现在会议厅 结束后也是从会议厅的后门离开 为了保护Selina 记者会保安出动近20人 长篇公司也出动20多名员工 守护Selina的安全任务 总算圆满完成 中日新闻李文斌陆毅台北采访报道